第一件事,在Lobby course 中的 Radioactive application 中的 Page 6 就是有 Archaeological Use of Carbon-14 Dating 第一件事,甚麼是 Archaeological 呢?即是考古學 有些英文感 第二件事,是 Carbon-14 Dating 第一件事,Carbon是Carbon,為甚麼製作14 Carbon原本應該是Carbon 12 因為是Carbon 12 但為甚麼叫Carbon 14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 Isotope of Carbon 而這個 Isotope Carbon 14 是 Radioactive 不過,這個Carbon 14 為甚麼會這樣強調呢? 因為它有一個很有趣的特性 就是它是很長命的 它的 Half-Life是五千六百年 年 五千六百年 所以它五千六百年才死一半 人生有多少個五千六百年呢? 是的 所以它是可以捱到很久的 所以我就可以用這個Carbon 14 來 trace一些很久很久遠古之前的東西 為甚麼這麼神奇? 原來在大氣裏面 我們平時呼吸的時候會有一個叫做 Carbon Dioxide 二氧化碳 是的 而裡面的C 正常的C 應該是C12 對不對? 是的 應該是Carbon 12 版本的 CO2 你吸進去的 問題原來大氣裏面 裡面呢 是有Carbon 14 版的 CO2 而你平時其實咳不少的 所以你身體裏面 只要你一天未死 你一天有呼吸 你身體裏面的Carbon 14 的濃度 就會跟大氣裏面的一樣 因為你是大氣的一部份 你呼吸著大氣的 是不是? 但是到你刮了腦襯 斷了氣的時候 還會不會呼吸? 不會 你身體裏面的Carbon 14 會不會一路一路少 不單止是你 很多千萬年前的長毛像都是 所以為甚麼我可以在冰封長毛像 Dedule 我原來是幾億年前的 不是太厲害 不是長毛像會說話 是的 你害怕的了 是的 是甚麼? 是我量度她的Carbon 14 死剩多少 之後再用公式計算 原來你經過了幾多個Half Life 那我就找到她的Life 這個做法就叫做 Carbon 14 Dating 這個Dating不是約會 這個Dating是甚麼? 是找回她的日期 OK